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硝烟在斗破苍穹里本来只是一个天才 但是因为要老一直在吸收他的斗气 导致他几年内斗气没有一点长进 所以在别人的眼里,硝烟变成了一个废物 甚至还遭到了云兰宗纳兰燕燃的退婚 无奈之下,硝烟就和纳兰燕燃定下了三年之后鄙视的契约 而这三年期间现在也已经快到了 硝烟在要老的帮助下现在已经有了大斗师的势力了 后来硝烟知道清灵被墨家抓走了之后就去墨家要人 这之后正好赶上了墨家家主的寿臣 纳兰燕燃作为云兰宗的代表也来祝贺他 而硝烟闯进来之后就把墨城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了 本来纳兰燕燃还护着墨城呢 但是看到争计之后也就不说话了 刚纳兰燕燃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句狠话 也已经和云兰宗结下恩怨 硝烟听到这话之后真的是感到可笑至极 他和云兰宗的恩怨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结下了 好了,本期视频到里有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